江湘公所暑假期间特别开办南市阿美族原生野菜文化的体验课程 带领国小学童共同探索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乡长游淑珍特别亲自到场陪同孩子一同参与 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连结族群共融的餐桌饮食经验 将族群世代传承的菜籍文化向下扎根 形状色彩触感气味各异的野菜和种子 让孩子们充满好奇心 吉安湘的游淑珍也特别以游奖珍答 让孩子们趣味学习新知 这是吉安湘公所暑假期间特别开办的 南市阿美族原生野菜文化体验课程 带领国小学童共同探索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原名原英同一娘绕缤纷吉安 今天是我们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小朋友 来认识原名之物 也许他就在身边的一棵小小不起眼的植物 也许他是在花园里自己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花朵 都是我们可以食用 可以来观赏 甚至于可以来发扬光大的药草 所以原名的部落很精彩 让我们无分族群的孩子们来共学 共同体验这样的美好的课程 跟我们的延展 所以吉安相公所希望向下扎根 来介绍我们的植物 来了解我们的生态 来进行原住民部落不一样的学习文化 让我们一起塞着人 这次课程特别邀请到野菜教母吴雪月 还有经验丰富的导览专员 为孩子们开启野菜的缤纷世界 了解生活周遭野菜其实都是健康美味佳肴 同时带着孩子们走入农园 实地认识植株野菜多样性 还有过去老人家传承种子保种的农跟智慧 游淑珍她期盼借由课程可以让野菜知识向下延伸 也带来多面向的原住民族文化内容 展现部落丰富的精彩体验 介绿会全商报道